你很可能已经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什么是坏处 你知道吃油炸的快餐对你不好 你知道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和浏览社交媒体也很糟糕 而且您完全意识到吸烟对您的健康有害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去做明知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 如果你从逻辑上理解哪些习惯是坏的 你为什么不避免它们呢?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解释为什么你会继续养成这些坏习惯 我会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以仔细看哦 大家好,这里是KLB读书会,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你可以先考虑关注我们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分享关于效率提升,人际关系,心理技巧 使用生活知识等与自我成长相关的影片分享给大家 我们马上开始,记得看到最后哦 这是小明 像许多其他人一样 小明喜欢每天玩电子游戏和浏览社交媒体 周末,他喜欢参加聚会,包括抽烟和喝酒 然而,小明也有很高的抱负,想拥有自己成功的事业 然而小明并不傻 他知道他的习惯会带来负面影响 但是,当这些活动与他的目标不一致并且正在破坏他的结果时 为什么他还会在周末盲目地玩电子游戏和聚会呢? 从逻辑上讲,他应该避免那些坏习惯 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一直在屈服于他的渴望 原因之一是,人类进化不是为了延迟满足 而是我们进化了,优先考虑给我们带来最大利益的行动 我们的祖先每天都在应对不同的威胁 寻找庇护所和确保下一顿饭 高度重视可以立即是我们受益的事物是有道理的 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令人担忧了 所以,当我们的祖先找到食物时 他们马上就会吃掉了 他们没有等待,不像现代人所说的 哦,我正在节食,我明天就吃那个 不,这对生存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明天是无法保证的 然而,在现代社会 我们不必花费数小时寻找食物或逃离捕食者 相反,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延迟回报的环境中 从本质上讲,我们可以工作多年 然后我们的行动才能带来预期的回报 如果我们今天的工作做得好 我们将在几周内拿到薪水 如果我们从明天开始每天锻炼 我们可能几个月都看不到任何身体变化 但是,即使现代世界的回报延迟了 人性仍然保持不变 我们的大脑仍然会倾向于优先考虑那些 能让我们立即获得的事情 而不是延迟拥有 坏习惯的问题是奖励时立竿见影的 而后果是被延迟 吸烟和酗酒可能会在十年后杀死小明 但此刻感觉很好 玩电子游戏和浏览社交媒体 可能会浪费小明多年的时间 但这会立即给他带来一些满足感 对我们的大脑来说 现在确定的奖励比 只是未来可能性的奖励更有价值 现在,虽然我们的坏习惯可能看起来具有破坏性 但它们并非注定如此 我们养成了那些坏习惯 因为我们对它们产生了渴望 我们都有这些渴望 我们每个人都有 然而,我们的大脑并没有随着吸烟 查看抖音或玩电子游戏的特定愿望而进化 这些渴望只是潜在动机的表现 在更深层次上 人们吸烟是因为它们想减轻压力和焦虑 它们使用社交媒体网站 来赢得社会的接受和认可 它们玩电子游戏是为了放松或与他人联系 换句话说 我们的习惯,无论好坏 都只是现代的解决方案对古老的欲望 我们执行它们 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些软好处 否则,我们不会这样做 碰巧的是 其中一些习惯会带来延迟的后果 吸烟可能会暂时减轻压力 但它会损害您的健康 社交媒体可能会帮助您与他人建立联系 但过度使用它可能会缩短 你的注意力 电子游戏可以让人放松 但它们往往会耗费大量时间 但由于这些后果在未来还很遥远 这使得坏习惯更难消除 而且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好处 我们不能指望简单地将它们删掉 并和它们一起完成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将由某些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就是为什么像改掉那些习惯 这样简单的建议是行不通的 但是一旦您了解了所有这些 该过程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你看,你目前的习惯不一定是解决 你面临的问题的最好方法 它们只是你学会使用的一种方法 毕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解决相同的根本问题 一个人可能会学会通过吸烟来减轻压力 另一个人通过在健身房跑步或举重来学习减少压力 相同的渴望但不同且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是改掉坏习惯的最好方法之一 用更好的替代品代替它们 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你需要确定你的坏习惯满足了什么样的渴望 它会减轻压力吗 也许它可以缓解无聊 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很明显 可能需要一些认真的思考 但是一旦你知道你的习惯能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 那么你就可以寻找它的替代品 这就是小明如何开始他的习惯更换之旅 首先,他写下了他所知道的阻碍他实现目标的所有习惯 在他的情况下,盲目地玩电子游戏 浏览过多的社交媒体 过度周末抽烟喝酒 其次,他确定了是什么触发了这些习惯 小明发现,每当他感到压力时 他都会玩电子游戏 每当他无聊时,他都会浏览社交媒体 他周末出去聚会 因为那是他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 第三,经过一番挖掘 小明找到了适合他渴望的替代品 他认为锻炼是缓解压力的更好选择 每当他感到无聊时 他就开始阅读商业文章和书籍 以学习新事物 最后,他开始和朋友出去吃午饭或喝杯咖啡 这样,他就可以仍然与他人建立联系 小明仍然像以前一样渴望 他只是用与他的目标一致的更好的替代方案 替换了糟糕的解决方案 现在,虽然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远非如此 小明还必须克服其他障碍 因为他的坏习惯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即使他知道另一种解决方案 小明仍然会无意识地执行这些坏习惯 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优化他的环境 让他的坏习惯难以养成 同时让好习惯变得容易 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行为有很大影响 小明也不例外 他的电子游戏总是在显眼的地方 而且很容易就可以登录 所以,小明卸载了他的游戏 拔掉了他的游戏机和其他所有东西 然后把它藏在了壁橱里 他的游戏站曾经在哪里 现在有一个健身包在等着 准备好了 你可能认为这行不通 毕竟,小明总是可以把他的游戏机 从壁橱里拖回来 重新插上电源 然后重新安装游戏 当然,这只是五分钟的工作 但他必须克服他为自己设置额外障碍 他创造了奇迹 这个额外的障碍 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 而不是像往常一样 自动抓住控制器并开始玩游戏 而且,因为他的健身包已经在那里等着 这让他去健身房的决定要变得容易多了 他不必寻找运动服或准备好包 他已经在等待了 然而,电子游戏却不是 小明对他的社交媒体习惯 做了同样的事情 然而,他不能只是把手机藏起来 因为他需要手机来工作 相反,他以一种对他有用的方式 对其进行了优化 小明删除了所有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他用文章链接替换了它们 并下载了一个他想阅读的书籍应用程序 当然,他仍然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 访问社交媒体 但同样,这又增加了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 让他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更简单的选择 这已经在等着他了 小明通过操纵周围的环境来为自己工作 大大增加了他成功改变习惯的机会 你也可以这样做 小明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 他的替换习惯并不令人满意 至少现在还没有 所以他必须想办法 鼓励自己继续追求他的新习惯 小明决定使用奖励系统来激励自己 在他去健身房完成锻炼后 他给自己喝了高蛋白饮品 他最喜欢的味道 这种积极的强化 使小明真正喜欢去健身房 他不仅满足了自己感觉良好 压力减轻的愿望 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期待 另一个奖励 跟踪他的进步也有助于小明 让他的习惯变得更愉快 他在墙上放了一个大日历 他总能看到他 每次他执行他的新习惯 而不是以前的习惯时 他都会在上面标记一个大X 几天后 小明形成了一个X链 通过一遍又一遍地做他的新习惯 链条变得越来越长 这种视觉上的进步促使他继续前进 因为他不想失去他的连胜记录 这种习惯 跟踪在糟糕的日子里 尤其令人振奋 当小明情绪低落时 他忘记了他已经取得的所有进展 但他的习惯追踪 为他之前的辛勤工作 提供了直观的证明 而那个空旷的地方 正激励着他继续前行 进步是激励自己的最佳方式之一 当你看到自己在前进时 你就会更有动力 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此外 他为任何活动增加了一点及时满足感 因为在一天中标志 大X本身就是一种奖励 改掉坏习惯需要时间和精力 但主要是需要毅力 很多人尝试多次打破它们 但在最终使其发挥作用之前 它们经常失败 那是因为你养成这个坏习惯的时间越长 改掉它的难度就越大 所以 你可能不会马上成功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 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小明也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 他做得很慢 有时他仍然会失败 但重要的是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因此 如果您第一次没有成功 请不要自责 相反 找出你失败的原因 从那次经验中学习 并利用这些信息 在未来不犯同样的错误 真正失败的唯一方法是放弃 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你的成功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记得关注哦 更好的视频还在路上呢 我们下个视频见